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来到了后避站 现在要租脚踏车到金柳老街 GoGo Go Hello大家好我是Prissey Sajang 我现在呢人在台南 我这趟旅程呢是特地来台南泡温泉的 有世界肚明厉害的温泉喔 现在我人是在金柳老街的这边 然后我的这个背后是三合院 真的很有台湾味 因为这个现在很少看到了 这个是一百年历史的椅子很难得 做起来很滑的感觉 做起来很特别耶 我现在就在后避 那后避这个名字的由来呢 据说是日治时期 台语的奥比亚来的 所以叫后避 那以前后避是非常繁荣的地方 因为台南以前叫古城嘛 然后嘉义以前叫猪罗 它是古城与猪罗之间必经的地方 所以呢很多商人会往来 所以这边就是贸易聚集 非常繁荣的地方 那现在呢在台湾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生产稻米的地方喔 看到一个厉害的东西 牛肉饭DIY 这个一定要来一下了 这台南的什么温体牛蛙 很有名对不对 看起来就很好吃 然后就这样子 倒起来之后 就马上加入这个大骨汤 期待期待 然后我上时间到 いただきます 这边啊 他的这个制作餐 有很多他们当地的这个菜色 嗯~~好辣 好吃 你看这个刚刚本来很水的喔 他现在搅一搅越来越重 越来越凝固了 我觉得他现在长得 有点像土耳其冰形 现在正在做这个挖柜 听说这个最后的步骤 好像很困难 因为要把它弄得很平 不是那么容易 好加料加料 没想到那个小时候 在做老做的感觉 那要先抹沙拉油 这个动作很像那个 就是以前在日本常做那个汉堡肉 这个 要放进去 然后要把它包进去 这个触感很疗愈 噢 露线 怎么会这样 看起来那个油油亮亮的 好像那个慕斯蛋糕的感觉喔 失败 但是做好了 而且我的脂肪反了 哇 真好乐 我来找一下 我的uncle gray实在是太显眼了 就只有我这个一坨露线露出来 诶 你看喔 我们这次买的台湾好行的票券 只要是这个 那个关子岭护工南线的 都可以无限搭乘喔 而且来看一下 我超级惊讶的是这个 你看这一站 居然有USB充电站 真的是超级贴心的 还有啊 这边4G无限上网 而且免费的 所以对观光客人来说 真的是很贴心 我觉得我可以一整晚坐在这边充电 给它冲薄薄再回家 哇 到了 我这一次啊 是买了叫做 台湾好行的汤树泡票 那我可以平着这个票券 玩光子岭逛 富工 泡温泉 都用这个票就好了 我以前都不晓得 台湾有这么方便的东西 那它的那个店的票券啊 就是QR Code 就跟看店一样 就是扫一下就好了 因为以前会常常忘记 带资本的票 我这次就绝对不会忘记了 好快喔 成功我可以入住了 超迅速 天哪 一进来有好大的熊熊喔 而且它还翹脚 好可爱喔 怎么这么大一只 它把我的船都给占据了 好可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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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都网图 很舒畅的感觉 这个泡下来 真的就是有 好可爱喔 突过来的感觉 我终于终于 跑到我梦寐以求的 黑泥浆温泉了 它是碱性的温泉 就是富含风 或的矿物质 配这个去角质啊等等 哇 哇 好舒服喔 真的 我这一趟 根本就是为了它来的 而且我觉得这里 最棒的地方就是 客人他们 可以泡到这个泥浆温泉 但私人空间 可以慢慢泡 真的是很享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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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在约PHY 狗俊 他有 逛逛了 再打一危 spot 他订阅 你可以 cruise 噢 现在紫装 不要不說我會燒 這邊的菜色跟我以往在台灣吃到的山菜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山菜可能就是一般大家熱炒會看到的比較普通的東西 那這邊的話呢 它是有結合當地的食材做一個創意的要理 像是這個 你看這個是檳榔花耶 真的想像不到到底是什麼味道 那像這個是龍鬚菜 它很厲害的地方 它居然是用炸的 因為一般是用草的 而且是老闆自己種的 吃起來就像日本的天婦羅一樣很脆脆很好吃 真的超級刷水 然後這一道真的震驚到我了 居然是虎頭蜂湧蛋 我第一次吃昆蟲 真的有點太驚訝了 可是聽說啊吃起來好像沒有 就是不會有昆蟲的感覺 我要來挑戰一下 用耶 形狀就是真的好像看得出來 好 試試看 可是真的吃不出來是沒有那種昆蟲的感覺 而且我也沒吃過昆蟲 所以有不少 我本來一定會想說 永後不會軟軟的 但是也不會 它也不會像蟑螂這樣子脆脆的 對 越講越有型 是好吃的很好吃 很好吃 那再來是主角的 它讓我很驚訝 它的皮都烤得脆脆的很好吃耶 因為我本身就是沒有那麼敢吃雞皮 可是它烤起來真的好香脆 然後真的一個接著一個吃 雞肉也很多汁 這邊的每道都好吃 我一定會接受朋友來吃 街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